大家好,巴达处公园的七处宝珠洞建于清乾隆46年,是巴达处寺庙之中海拔最高的,但它并不是在崔薇山的山顶,只是接近山顶,因为位置高,所以从六处到七处的楼梯还是比较多的,但毕竟不是太高,半个多小时左右就可以到达,老年人别着急,您慢慢爬。 巴达处缆车的终点就在快到七处的地方,不远处是关帝庙,又被冠以财神庙吸引游客,过了关帝庙,路的一侧有一些四人摆的游乐摊,快到七处会有一个牌楼,牌楼的匾额正面写的是欢喜地,背面写的是坚固林,为乾隆的玉笔,牌楼后面右手边有一块巨石,石头上也有玉制提示,也是乾隆写的,过了牌楼正面就是宝珠洞的入口,门非常小, 进去以后是一个院子,院子也不大,右手边是上下两层大殿,楼下一层是观音殿,沿山体而建的是二层的阿弥陀佛殿,一层的观音殿后面就是宝珠洞,我们从这个小门进去,然后走左手边,观音殿的后墙与山体之间的廊道进去,廊道中间有一个非常小的山洞,叫宝珠洞,工作人员不许我拍摄,所以没拍到,现在里面供奉的是一座玉符,有兴趣的您自己来看看, 沿着楼梯我们会来到二层的阿弥陀佛殿,店内还是不允许拍摄,您可以在这俯瞰整个七处,在院子的一层,观音殿对着的走廊是茶社,可以在这里休息吃点东西,这个茶社您往最里边走,能看到这个门,门外这条路实际上是去山顶的路,属于八大处公园的外面了,我小时候就是从这去山顶,那下期视频给您介绍一处长安寺和八处郑国寺。 更多旅行实用攻略,请观看视频合集,麻烦点赞收藏加关注哦。